大大大大 在巴克斯坦不是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大家好 我是阿洋 丹火娘在这里 搞这个米饭呢 做米饭呢 这鸡肉 是刚刚 那个阿姨给我们的 他们 就是他女儿出嫁 昨天的事情了 然后昨天 晚上他儿子把 儿媳妇迎娶过来 过来之后 他女儿 就去换婚纱换婚纱 他女儿 就跟着就 就也出嫁了 是昨天晚上 在他们家吃饭 没有吃完的 这个鸡肉 他用这个碗 给我们端了一大碗过来 端了一大碗 倒到这里面 满满的 因为他们这个 都是那个 一个大锅 特别大 然后就是 用这个碗 每个桌子上一碗 然后每人一个小盘子 用勺子 往那个盘子里面 呃 挖一点 然后弄点饼那样 就吃了 然后我丈母娘 她跟我说 她不想要 因为这是昨天呢 我跟我丈母娘说 我说 因为我说你要 或者不要 你先接住 为什么说先接住 人家在拍门 给你送东西 你不能无情的去拒绝别人 不能去直接拒绝 哪怕你不吃 对不对 你明天或者今天 倒垃圾的时候 你到底要 不管最起码人家 有一点人家想到你了 对不对 然后不能去 不给别人脸面 让别人想着 我给你送东西 你不要 瞧不起他们 怎么怎么样 这个碗 我丈母娘刷了 洗刷过了 我去给那个阿姨 他们家送过去 因为阿姨他们家和我们家 就是错对门 他们家离我们家近 把这个碗给他们 他们这个灯到现在还没有拆呢 不知道人多不多 还有人 家里面还有人 小姑娘 拜拜 想要手机呢 想要那个手机 那个手机不能给他 那谁的手机 我老婆的吗 如果给他了 他直接就扔掉了 还是摔东西 因为他毕竟刚一岁多嘛 啥也不懂 想要就抓不想要 就扔 要么就咬 他在他眼里面 只要想吃什么东西都可以 只要拿到了 无论能不能吃 直接往嘴里面放 因为年龄小 这个学小狗 吓唬他妹妹呢 吓得他 他拔的就跑 跑这边来了 看 哎呀害怕的 看 哈哈哈哈 他最害怕狗叫 或者猫叫 只要猫和狗靠得近了 巴腿就跑 他们几个往这里一坐 坐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 电炉子 然后围着这个电炉子 暖哦 这啥 让我看呢 鼻呼 啊 鼻呼跳舞呢 跳舞的视频 不清晰啊 看着 这样看好像清晰一点 他们这边的小孩子 从小培养跳舞 有很多小孩子 就是 哎呀 这个 这个 就开始了 看这个 跳舞跳的 只要听到音乐 他就 开始跳舞 其实我女儿小的时候 也是这样 听到音乐 就想跳 现在 有很多次让他跳 他就不跳了 他们这边 无论 男人 女人 基本上都会跳 从小就开始培养 他们这边的人 喜欢跳舞 喜欢跳舞 然后就是唱歌 他们这不怎么唱 就是放音乐 放音乐 跳舞 跳的 挺好的 看着 壁虎的这个 跳舞的视频 在这跳 看 刚才 他一边跳 一边摇头 一边伸着舌头 现在改鼓掌了 鲁树青小的时候 跳舞 喜欢转圈 圈圈舞 这个 手舞指导的 跳舞 我是舅哥 刚才 惩罚这小伙子呢 这小伙子不听话 看 让他就这样 惩罚他 不让他起来 就一直这样 因为他不听话 他 总是 揍 他妹妹 所以 惩罚他 一直蹲着 没有妹妹 他不敢 不敢起来 他起来之后 容易挨揍 我扎母娘 跟他说 在中国见到那些 就是跟他们这边 不一样的 对 对 我们要背损了 哇 我们要背损了 你也说 对 对 对 我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鸡 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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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在家中 我可以 我丈母娘信疼了 信疼她孙子了 我二姐哥不让她过去 我丈母娘眼角都一样流泪了 信疼她大孙子 高兴了 我丈母娘和我二姐嫂子说 她在中国见过什么东西 有什么稀奇的 然后我二姐嫂子听了之后 我二姐嫂子也想去中国 不能让她去 我丈母娘也不知道为啥跟她说这些 现在他们已经回家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阿阳